早點視頻,詩敏寧願學見用的時間營歌幕見到詩敏寧老師在這裡 Hello,大家好 老師,上一集我講了一些面相的事情,說了威威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上一集看看為何威威今年無緣無故彈出這麼紅 當然,人紅是非自然多,有些社交媒體有些群組說威威是騙人的,背後是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我們不評論,但就著一個騙字,我是很好奇,我想請教一下 究竟老師,有些什麼人是會容易在面相上反映給你聽 他是很容易被人騙,甚至乎他是很好騙的 這個很簡單,只要我拿照片出來,大家一看就會很清楚 就是這張照片,這個就是我在網上隨便找了一張公仔 叫做羊娃娃的照片 為什麼我會用羊娃娃的照片呢? 就是因為它很符合面相上面,容易被人騙 特別是女性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的,哎呀,誰誰又被人騙了 通常都是說女性為主的,所以我今天說的特別是女性要留意一下 為什麼這張照片呢?我們有沒有留意一些卡通片 又或者一些羊娃娃的照片,通常他們的眼鼻是怎樣的呢? 嘩,眼睛當然是大到雞蛋一樣,然後鼻子是小小的,不要太大 沒錯,原來這些本身就是跟我們的形象有相關的地方 首先第一,為什麼小朋友的眼睛,又或者卡通片的人物 他的眼睛都是圓圓大大的呢?原來很有趣的 我們觀察一下小朋友,真是一個實際的人和成年人 很多時候小朋友的眼睛是比較圓一些的 成年人的眼睛慢慢長大之後,是沒有那麼圓 傾向了細長型為主的 因為在形象上面,原來細長型的人 是比較直接一些,分析力比較強,又或者比較計算型 如果眼睛是偏圓偏大的話,是圓又大 那些人通常我們會稱之為比較簡單,比較純良,比較天真 而小朋友因為入世未深,還是小朋友很天真無邪那種感覺 所以他的眼睛是比較圓,比較大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我們的眼球 原來由我們出生到我們年紀大 眼球的尺寸是固定了 其他我們身體的部位都可以繼續長大 但只有眼球是一出生就已經是這麼大 所以當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上下眼眠的位置 會隨著我們青春型的髮育都會長大 我們的鼻,我們的鼻骨都一樣會長大 但我們的眼球是不會的 那就形成了當我們慢慢長大 我們的上下眼眠也都增長了 它可以慢慢遮掩了眼球大的位置 令到眼睛看上去是小了 另外當我們受了教育,我們受了教訓,我們成長了 我們對人的觀察或者我們對人的那種計算的心 產生了之後呢,我們的眼睛是不會這麼圓大的 傾向了是細長的計算型 甚至乎有些是細長的三角形 這類型的人他的分析力很強 所以有一些數學家,數學的天才 又或者是一些很計算型的,例如賊,一些大賊 他們的眼睛都是屬於細長的三角形 變成了當我們成長了,我們漸漸趨向細長形是更加合適 但是當一個成年人他的眼睛仍然是又圓又大 就小心一些是容易被人欺騙 特別是欺騙什麼呢?欺這個感情 因為走著眼運 之前那一集說說威威的時候 我們都說過了,在35至40歲的虛歲走眼運 這些事情很多時候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階層 社會階段都是說男女感情為主的 當然其他都會被人欺騙 但是這個主要是對應是緣分為主 所以特別是要小心 變成如果我們就要觀察一下自己或者身邊人 會不會對眼睛是不夠細長 如果是的話,我們就更加要訓練一下自己觀察人的那種能力 盡量避免被人欺騙 另外一樣就是他的鼻 鼻為什麼會是跟被人欺騙相關呢? 其實第一,因為鼻為財星 是慾望的一個所謂的星座 一個慾望所在的位置 當我們的人有了慾望之後 其實我們是會對於那個慾望的追求 想方法去達至那個慾望 所以一些人他的鼻骨越高 他的鼻樑越高 他的慾望,他的要求是越低的 但是如果那個人,他的鼻樑位是比較扁 比較平的話 他的好處就是這類型的人是容易相處 容易做朋友 做朋友 一對朋友可以很好 但是就小心一點 變成沒有了一個基心 容易被人欺騙 這是第一 第二 我們留意一下 有些人的鼻骨 就算它是小的 它都可以是直的 但是有些人 他的鼻骨就好像羊蛙蛙 在側面看 是這樣跳上去的 這些就是很明顯的公仔鼻 這類型的人 既然說的是公仔鼻 公仔是給小朋友玩的 那就是說 是天真無邪的代表 形成有鼻向上彎 就是說鼻頭的這個位置 是向上跳的 這裡是這樣彎上來 這一類型的人 他的心是很善良 但是也很天真 所以當我們每一次看著 就是小毛公仔的時候 我們就會看到 一隻懸大的眼 一個鼻樑向上彎 在側面看 是跳上去的時間 那就是說這類型的人 是很好的朋友 但是我們就要多些關心 這類型的朋友 會不會是太容易被人欺騙呢 而造成一些身體 心靈 或者金錢的損失呢 嗯 所以大家 要小心 特別很多時候 進入這個下半年 下半年你知道 是吧 經常有一些佳節 是吧 是吧 有些朋友說 什麼聖誕 是吧 然後又 一月一元單 看一下煙花 不知道今天有沒有煙花呢 然後就去朋友家裡過夜了 這樣就好 是吧 所以要小心一點 關心一下周邊的朋友 啊 OK 那好了 今集呢 面相呢 我們講到這裡 下一集呢 我們繼續有請教老師 其餘一些玄學風水上的問題 好啊 拜拜 拜拜 拜拜